那普丁呢 普丁现在听说震怒 普丁不是开除了八位军官吗 将军 今天最新的讯息 普丁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跟副局长软禁 说因为你给我的报告都乱写嘛 你跟我讲什么两天三天的 那这也不能怪他嘛 因为我在国民党报告也都乱写嘛 比如说他是同样的逻辑 你是会看上面想要怎么样 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加码 比如说今天台北我要赢10万票 那分到台北市党部 台北市党部当然写11万票 那分给局党部 今天万华就要赢1万嘛 都有责任额啊 那我责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责任额 好万华是1万票 我怎么可能写1万票 我1万1000票 有没有 那拿到坏人秘书 就看哎呦 赢15万票了 对不对 然后跟主席报告 报告主席 我们会赢20万票 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嘛 就是集一条边市的管理 原来国民党的害虫是你 没有 还有更低的七党部 然后你是党官 我那时候跟你承报了 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嘛 他就会变成是说 为什么普京拿到资讯全部不对 这是很好理解 就是说 在集权国家里面 他其实是官大 学问大嘛 长官叫48小时打下来 我报告就是48小时 可以打下来嘛 然后呢 反之美国 我们看到这场战争 是完全不同形态的战争 拜登讲得很清楚 他不会派一个美军 进到乌克兰 可他派网军进到乌克兰 状况是不一样的 他派美国1450这边攻击嘛 而且除了有美国的网络司令部之外 我们看到是微软、Google、Facebook、YouTube、Starlink 全部都进来嘛 那害客的部分我讲过了 那我特别讲的比较稀奇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媒体站跟资讯站 Facebook、Instagram跟YouTube是特别把 讲到俄罗斯的资讯会降触及的 所以变成是说俄罗斯其实有在搞大外宣 可是他们大外宣是出不去的 可是乌克兰不断的在新闻站等等的时候 这种事会影响乌克兰境内民众抵抗俄罗斯的决心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一路讲从这个坦克的画面 可以看到他们战术素养是不足的 从军官被开除 看出他们战略的设定是错误的 然后从这个所谓的美国 还有各个微软、Google、Facebook 进入可以看到整个宣传战 俄罗斯也是居于下风的 所以我不敢说乌克兰一定会赢 可是我说如果这是上半场的话 乌克兰真的打了一场好球 士维哥我要请教一个观点 普丁现在诸事不顺 跟他想的不一样 所以他也开除了八个将军 然后他怪东怪西怪说 都是因为情报给我不准确 来我们试想一件事情 当然俄罗斯他是第二的军事强国 乌克兰不能逼 不理高我们来看 一开始 他的情报单位跟他讲什么 两天48小时 很快就会砍救起来 就认为非常快 我要攻击斧什么都非常非常容易 来你会不会觉得两天 你会不会觉得太天真了 确实是有点天真了 虽然说这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是好战民族 但是你作为一个 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你如果讲说你的一个部署 跟你讲说两天就能够拿下乌克兰 这个部分他应该要再做评估一下 你刚刚看到这个 郑昊还会讲说 以前在党部的时候都还会 我补充一下 拍了一句话 因为韩国瑜那时候 估票赢37万票 你是说总统大选 新闻都有 新闻都有 总统大选 你说2019年那次 对对 总统大选 2020 然后怎么估的 徐晓芯说 就是我讲 党部 区党部弄上去 国民党的人讲的 所以你看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刚好 郑昊他自己讲出来 你底下他有这个压力 他必须要揣摩上意 因为你上意 你是想要打的 那打的时候 那普丁 他这一个 他的一个决断力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讲说 好像普丁大帝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如果跟他说 我觉得可能要很久 可能要怕 一当两当三当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你假设如果说 你讲这样 那搞不好 他就把你开除了 两天如果说 发射炮击的时候 然后出兵了之后 然后乌克兰他就会投降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刚好碰到这个状况 那这个人讲的 他是不是就升官了 所以说你就是一番两正眼 他现在被软禁了 对啊 你现在讲错了 那你就是被软禁了 甚至于连生命都有危险 所以说 我今天讲讲 你说 你说人家讲说 半军如半虎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今天不管怎么样子 虽然说他的一个幕僚 提供这样子的错误的一个情报 但是你主观自己还是要负一些责任 毕竟怎么样 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土 乌克兰有四千多万的一个人 那你今天讲说 你从南部东部 然后从北边下来 你要包围基辅 你今天讲坦白 你说只有两天 你用尝试判断也没可能 我其实也蛮想要绕回去说 那三十七万 你们当时高层有相信 这个就要问正号了 正号是高层 不不不 我说一下 那个 有嘛 小新 小新在2020年的1月 17号还是18号 在友台的一个节目里面 小五哥的节目里面 他就讲说 这一次的选钱 估 估票是赢 三十七万 那时候我已经被开除 不要让他已经被开除 你要算在我头上 你讲说 东阿你讲说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2019年 2020年的1月8号 选完了 对 1月8号的 那时候投票完了 对对对 投票完了 对对对对 他们从而剪 他说孤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孤的 选钱孤的 这个你要问小新 他要讲的是说 1月6号 不同的 小新有讲 小新说 1月6号孤票 韩国瑜赢37万 这场你没在意 更好笑的地方是 我也知道一点秘心 不是只有党部的问题 是超盘手 是前官局局长 是蔡德胜估的 他用过去这种 富士动员的系统 结合区域 然后基本上估出来 这个匪夷所思的答案 真的是气上 赢37万 所以如果说党部的 这一个长官 如果有看到 这一段的一个节目 你就文庄会付诸 我是一屋子的 我没有死权 不要为人 我没有死权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正好今天 过去在党部担任的时候 真的我们也有责任 那如果说现在长官 如果看到这一段节目的时候 在接续下来 2022地方的一个选举 2024总统的一个大选 地方的一个股票 真的我们的一个同仁 真的大家信心一点 不要步入普丁的后臣 没错 不要被某一些自以为天真的讯息 给蒙蔽了 要认真的去体查一下 今天总统一家宽 我觉得那个估 如果说看民调还可以估出 那个数字也是蛮厉害的 太离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